澳洲国防部长证实在香格里拉对话 他被介绍给中国大陆防长魏凤和 这是澳洲关系恶化 两年多来首度有这类接触 双方问题也触及台海 台海问题是美中战略分歧的一环 香格里拉对话的东道国新加坡防长认为 美中防长一场会面改变不了什么 除了美中还有日中关系紧张 日本防卫省推特PO出两国防长会面照片 并提到双方讨论钓鱼台周边战略的东海南海 中方持续想改变现状 日本强烈关切 以及台海的和平稳定 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